想不到找工作迷惘 准备上班也是很迷惘 今早就有個電腦系統 讓我按鈕 按鈕很麻煩 按鈕後就會找我 會有一個Zoom Meetings Zoom Meetings 我已經玩過 今年已經玩過 很有趣 上天要我彩排 因為我還沒試過 在英國有什麼Zoom Meetings 今年也試過一次 Zoom Meetings 都需要連結 現在的高科技很厲害 拿了連結 拿了連結之後 就拿電話對著來講 好像時尽會議 聊天 但那條連結我還未有 他說你加入了Zoom Meetings 明天就開始了 時間我也知道 但就沒有連結 你明天要做了這件事 接著 經理才會交給你 你才可以正式上班 那就慘了 現在我還沒收到 即是明天做 我就打拿 Email 即是 相關人士 有機會我Email錯了 那我就打拿 問他拿 一個 即是 Welcome Meeting 那個 連結 如果之後就拿不到 我就下午 就要下舖 問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不侵我玩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中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個offer是什麼事 是不是不侵我 還是怎樣 不侵我都有一句 是不是 現在是 好像人間蒸發 很搞笑 前期好像打風一樣 一尾傳很多訊息給我 叫我看這些資料 看這些資料 看這些資料 我看完了 下一個步驟就沒有下一個步驟 突然間好像失戀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希望是一個暫時性 或者是 因為這次好像又不是跟電腦系統 電腦系統已經亮了燈 理論上他會找我的 即是他的Email這樣說 即是有很多步驟 四五個步驟 即是我現在走每一個步驟都是 就是困難重重 很多問題 那還未上班 已經是一大堆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如果上班了 今天還多 可能 大公司是不是這樣 即是 即是 以我認知 應該不是這樣 就是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可能 又是 世代不同了 那些花神的東西 搞到你永遠都是 一頭無水 即是 為何要搞這麼多東西 不可以直接一點嗎 是不是 直接 我就下舖做事 就可以搞定 然後中間又要做多個interview 做多個Welcome 我看看到時候Welcome 什麼東西 一個小時 希望明天順利 即是給我一條link 我 那我就 可以 可以 去到一個Welcome meeting 這樣的東西 然後 真正 真的 等等 經理派出 即是派星期幾 上班 就有公開了 這樣 那我個人呢 就會比較穩定 即是當我回了第一日工 我也比較穩定 現在還是很不穩定 他還沒有請我 可以嚴格一點 他可以 他還沒有歡迎我 因為他還沒有歡迎我 所以我都一頭無水 即是怎樣 這樣 這樣 然後你又不知道 問誰 好 還有 你過了一小時 他又沒有反應 即是 我五點幾 六點幾 就 電郵問他們 他又開始沒有反應 可能放了 那 想著整天 應該會有電郵寄過來 誰知道沒有 那 都很麻煩 很忐忌 基本上就是 你沒有工作有法 有工作有法 有就開始 人就會 進入了公司的模式 即是你會 想研究公司的架構 做事的方式 等等 人事關係 你又要開始了解 工作程序 開始了解 整個人開始想的事情 就 傾向了公司的事 已經 我已經在準備了 心態 所以現在都 心態已經準備好了 怎知道 人家好像都 不知道什麼事 就 古古怪怪 大公司 希望是我搞錯了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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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早上有條連結 我就 安心 搞了 如無意外 我猜 應該這個星期 開工 如果順利的話 如果不順利的話 這個星期都不能開工 可能 不知道 突然間沒收 那個offer 突然間 沒有 我們其實都很救人 對吧 因為現在 問題就是 我自己現在還未正式錄用 你會想很多事情 希望不是我想到那麼糟糕 因為現在你看回英國 我自己覺得他 夏天 其實 人的活動 是多了 出來玩 吃東西 玩 那 你慢慢 你就會多活動 多消費 多消費 其實 各行各業 應該都會請回 多些少人 英國 就是 夏天 基本上 那些人都會出來玩 而且玩的 時間 是由日休息到晚上 活動力會高一點 比冬季高一點 英國是這樣 高而已 但也不及香港厲害 你想想 我們現在 偶爾一天兩天的夏天 就等於你們香港 每天的 那種感覺 基本上 你們香港每天就是 每天都很熱 熱到可能六七點 都是很熱 晚上也是很熱 我們這裡不是 晚上一定是很涼 現在就十三四度 今天下午就十七度左右 十六十七度 十六十七度左右 沒有太陽 現在我住了兩年多 我開始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的生活方式 和經濟模式有關 經濟模式 又會影響你 找工作的問題 在找工作之中 又會影響你 他們每個人的工作態度 在想 為何英國人 為何有時候 可能會這麼慢 是否慢 可能 某程度 因為他的工作時間短 譬如你問問 你都可能問到四點 他下班不看你的電郵 就好了 那一是早上問 要是下午問 然後就不理你了 就是這樣 那你變相 就好像很慢 其實可能他們不慢 不過你要看時間 去租人 在英國 就是 很多事情都要夾時間 真的要 例如我出去炆草 我也要等個好天 有太陽曬著你才爽 現在就開始會去想 就是 你要 每一個時間 每一個天氣 有固定 或者有些特別的事情去做 配合那天的天氣 這樣去做 而那個 譬如那個季節 也會影響那個經濟 就是這樣 理論上我就這樣想 就是夏天 你要人 所以才會聘請到我 理論上都很穩陣的 他真的要人 不是說 什麼 不要 那我們 我們夠了 應該不是那種感覺 應該不是那種感覺 不是玩笑的 應該是大公司 是吧 那 那 你當然多個人手 好過少一個 對吧 還有你們 那些大公司 永遠都賺的 那些錢 很少說 會蝕的 基本上是 就是 在經濟下行的期間 通常大公司是差的 那些小公司 那些小店 就很難說 中小企 所以我今晚睡覺 明天 還有一個戰鬥 現在就反反覆覆 以為過了一關 誰知道原來還沒有 所以我自己覺得 都幾奇怪 今年的運工體驗 沒有我去年 我去年真的很爽 真的 打來 然後就 沒有我們填了資料 就 不知道 過兩天上班 然後就去到工廠那裡 工廠就沒有 很簡單 然後就去年 就去年 做了 做了三個月 其實都順 爽快 反而我現在準備 做這家大公司 真的很 他應該以前不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是多了很多 這些古靈精怪 也都可以反映英國那種複雜性 雖然我還沒開工 但是你看到他那種複雜性 因為大公司 他要顧及很多 東西 可能你 譬如你在公司裏面 你譬如 整箱又怎麼計 他一定會跟你說定 有些東西要怎麼用 可能滅火筒 那些 chemical 東西又要怎麼用 免責聲明 很多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歧視問題 那些東西都跟你說定 你感覺到大公司 就是很著重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就是 你知道 英國也有一些法律 而且他是正規錄用你的 他不是Agent 正規錄用你的 正規錄用你的 因為如果你有什麼事 他公司可能要攬上身 所以他很多很多 開工之前很多的程序 給你看 尤其是英國 英國更加很著重那些法律 譬如你說外國 同一家公司的話 有機會他的法律 是寬鬆一點 隨便一點 我相信 沒有那麼複雜 上班就上班 不像現在 為什麼這麼多顧慮 我每一個e-learning 他在顧慮一些事情 或者曾經發生過一些意外 他要告訴你 當然 發生意外的機率 應該是比較低的 但他也很害怕 我告訴你 你不小心 那誰陪呢 所以 我不知道 很多 因為工作 我真的完全沒有做過 很多都未知之數 是不是真的有危險呢 這麼多危險性呢 可能也有些 聽說有些位置是有點危險 少少 麻煩而已 應該不是很危險 所以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做 明天很關鍵 我想過幾個情況 我去到 然後問他 他說 他會把連結給你 然後去到 因為那個會議 好像是 去到中午就開始了 中午開始 如果中午開始 我還沒收到 我又回公司 回公司 又問了 又沒有 那我就很麻煩 那就是 我過不了那個 Welcome Meeting 那份工有機會 為何 你過不了 他就不聘請你 什麼都還沒做過 他不會讓你上班 很迷惘 或者這樣 有兩個選擇 就是 我可能沒有加入這個 Welcome Meeting 但是經理說 沒有所謂 照給我 我照顧我 我照顧我可以上班 我在想 有兩個可能性 未至於可能 那麼 strict forward 的 就是 那樣 有時候公司的制度 可能 他有時候可能 經理說 繞過他 就繞過他 有什麼必要 那個Walking Meeting 是純粹說一些 街拉的事情 純粹都是 我相信 你想想 還沒上班 就是 很有趣的 就是 你找工作的時候 有多事情想 準備上班的時候 有多事情想 想到很多可能性 其實可能都是多餘的 明天就會水到渠成 我一切想的都是多餘 希望是這樣 如果水到渠成 不用我多想 好像那個系統也是這樣 可能我想多了 因為他可能有時候 他要隔兩天 他才能開通到 那個系統才能正常到 這樣才被你剪六燈 剪了六燈 剪了六燈 想有人聯絡我 誰知道沒有 那可能明天 就是這樣想 樂觀點 這樣想 明天再算 到時候再匯報 給大家聽 究竟發生什麼事 多謝收看 拜拜